人生万变,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很多的大日子都过去了 连农历新年也在元宵节之后正式落幕 但是今天同样很特别 因为今天是五个二的日子 2022年2月20号 一共有五个二那么多 有的人觉得这没什么特别 其实每个日子你可以把它看得很平凡 也可以将它看得很不平凡 这就是在于你用什么角度 而且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每一天了 那今天的恩与小故事呢 这个名字还蛮特别 有仇不报 不是非君子哦 而是必有后福 你说这可能吗 可能的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台湾的医生作家 施以诺在她的著作 《记之是最好的名牌》里面这篇文章 另外也有这位中国的知名女歌唱家 白海波女士 她的故事 跟很多移民到海外的朋友一样 她从中国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经历了文化差异 语言不通 自我价值低落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到她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她还是不放手 依旧以自己一套的旧观念来过日子 结果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病患 她才晓得原来人生最大的依靠 就是上帝 接下来还有玄军牧师在生活当中的小启发 最后赞美师的欣赏部分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叫 You are my all in all 就是比较轻快的旋律 但是原来创作者经历过了一段同性恋的日子 他起初是选择了以自己的性取向过生活 但是到最后他才发现 上帝才是他的一切 上帝给他的爱比世界上最贵重的珠宝 来得还要更珍贵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认识 这份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最深的爱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 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 追逐的日生换来那些什么 最后能带出什么 从何时我们的意义拥有很多 已不想当是你我已无所有 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 我们都能对着遥迫 我们曾生蓝蓝蓝的墙光 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 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 哪一个你哪一个我 当岁月清掉的热的溜蓝 我们都爱呀呀呀把人当 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头 那是什么 每一首歌曲都在寻笑耳朵 每一刻寂寞的心还是寂寞 每一次你都不懂因为什么 让每次无息都痛 通过的自己要想寻意是什么 愈恨后却又老想寻意到什么 多年后不是一切不算什么 才知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曾生蓝蓝蓝的窗光 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 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 哪一个你哪一个我 当岁月清高渺渺的溜蓝 我们都爱呀呀呀把人当 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头 那是什么 我们曾生蓝蓝蓝的窗光 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 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 哪一个你哪一个我 当岁月清高渺渺渺的溜蓝 我们都爱呀呀呀把人当 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头 那是什么 谁知道最重要的会是什么 直到最后 我拥有你 你拥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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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的偶然机遇中 奋发着照亮人生的历史片段 恩与小故事 有仇不报 非君子 诶 在施以诺的这本书 《记智是最好的名牌》里面 有这篇文章叫 有仇不报 必有后福 在汉摩拉比的法典里头讲 以牙还牙 而中国武侠小说当中 也常见到主人翁 愤愤不平地说 持仇不报 非君子 然而施以诺说 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思维 有仇不报 必有后福 在春秋战国时代 有一个国王带着妃子 宴请所有战争有功的将士 忽然烛光被一阵风给吹熄了 混乱中听到妃子尖叫了一声 待灯点亮之后 才知道刚才在混乱中 有个人去偷摸了妃子一下 当时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君王而言 简直是大不敬 大羞辱的行为 妃子对国王说 大王 刚刚那个人摸我的时候 我趁机把他头盔上的羽毛 拔了一束下来 那现在只要抓住在场的哪个将士 他的头盔上是少了羽毛 就知道是谁做的了 众人都觉得很有道理 只见国王站起身来说 各位 现在让所有人 都把头盔上的羽毛给拿下来 什么 这么做 每个人的头盔上都没有了羽毛 岂不是把唯一抓贼的线索 给白白弄丢了吗 国王说 今天是庆功宴 我不想追究这件事 于是所有的人都照着做了 也就是说那位轻薄了妃子 对国王大不敬的将士 没有被揪出来 几年之后 该国与邻国爆发了一场战争 国王的军队大败 眼看敌人不久之后 就要追上来了 却突然的半途冒出一个本国的将士 对他说 大王 快趁现在跟我兑换衣服 我来引开他们 你快逃吧 国王听了很感动 没想到竟然有将士 忠勇到愿意为他牺牲 他连忙与他互换衣服 并问他的姓名 但是那个将士却没有回答 只是眼眶泛红地说 大王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我就是当年在庆功宴上 得罪你妃子 被你妃子给拔掉头盔上羽毛的人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说到有一位妇女 常常定时到医院做体检 一些身体上的不当指数 总是偏高 但有一次 他所有的指数 检查出来却是出奇的正常 医师很好奇 医师问他说 你最近可是吃了什么补品来调理吗 他说没有啊 医师不信 便接着问 再想想 你最近在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 哎哟 我几个星期前 饶恕了一个我憎恨很多年的人 你相信吗 有仇不报必有后福 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顶多少一个敌人 而一个有仇不报的人 却可能多一个朋友 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最多是在打击敌人的那一刹那 会有快意 但是一个有仇不报的人 却可以享受 不被仇恨所捆绑 驾驾驭的真自由 嘿 变成大人才知道 望着脚到不了的地方 长大 长大 还是到不了 嘿 不再冒险反乱了 放开篮 梦想追求成功 那是需要 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得提起回合 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 想一想下半辈子 天国有点早 有些难言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求要 成年轻一次多好 要爱到第几个人 听听看看是问候 只能等下半辈子 一起哭一起笑 要听听自己的心跳 还是不说胡说就要 我这一辈子重要 为自己烦恼 嘿嘿 变成大人才知道 望着脚到不了的地方 长大 长大 还是到不了 嘿 不再冒险反乱了 放开篮 梦想追求成功 那是需要 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得提起回合 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 想一想下半辈子 天国有点早 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求要 像年轻一次多好 呼呼呼呼 要爱到第几个人 听听看看是温柔 只能等下半辈子 一起哭一起笑 好听听自己的心跳 但是不说 我可就要 我这一辈子重要 为自己烦恼 要拼得提起回合 要爱到第几个人 想一想下半辈子 结果 天长 要拼到一起为何 要爱到另几个人 想一想 下半辈子 一起哭 一起笑 变成大人家知道 挂脚到不了的地方 长大 长高 还是到不了 嘿嘿嘿 不叫猫生反弄啊 放开了梦想 追求掌控 那是 需要 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到一起为何 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 想一想 下半辈子 只能拨一脚 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就要 想念成一次都好 要爱到第几个人 听听看开始玩好 只能等下半辈子 一起哭 一起笑 要听听自己的心调 要是不说不够就要 为这一辈子重要 为自己烦恼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白海坡是蒙古族人 从小就已经展露了 她的歌唱天赋 在音乐学院求学的时候 常常代表学院到外参加歌唱比赛 每一次都能够夺冠而回 在天津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更被学校邀请留下来担任教职 那时候的白海坡 意气风发 自然带些傲气 到了1986年 白海坡获全勉的奖学金 到美国深造 那时候她才新婚两个月 到了美国 语言不通 文化差异 这些都是一般会遇上的难题 更糟糕的是 白海坡发现 学校里面的同学 有的只有七八岁 自己的年纪算是大了 而且在国内算是佼佼者 但是到了美国 高手伶俐 自己什么都不是 感到非常的迷失 而且自我价值 也瞬间跌到鼓跌 半夜里 致电老师和丈夫 只有哭诉 所有的钱都花在 长途电话费上 先生见他学习 生活压力那么大 就申请到美国去陪伴 先生到了美国 也只能够在餐馆当适应 白海坡不单只是要 重新地学习 自己一窍不通的英文 还要学意大利跟法文 同时每个星期 还要多上几个音乐指导课 幸好老师看到他努力 就给他写推荐信 让他能够继续在学校留下来 毕业之后 白海坡很幸运地认识了 李素希女士 李女士是第三代的移民 也是基督徒 她帮助了很多位的音乐家 白海坡和先生 都在李女士的身上 看到基督徒的胸怀 李女士帮助她建立事业 甚至成立了歌剧院 提供白海坡演出的机会 白海坡演出了歌剧 《蝴蝶夫人》并且担任主角 事业登上高峰 事业有成之后 马海坡又想 是不是时候要回归家庭 给先生生个孩子呢 在掌声跟鲜花当中退下来 白海坡又迎来了 他人生第二次的迷失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是很需要 因为做音乐这种东西 是生活各方面也很不稳定的 也很需要生活当中 有信念 有支柱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 以前有安妮达 海伦 也经常给我们一些个 读的东西 向我们传福音 我当时在排第一部歌剧的时候 安妮达在里面唱合唱 她唱合唱的时候 她就到我的化妆室 她总给我送一些 就是什么海外校园 什么这些 一开始我不大喜欢 因为安妮达总找我 我还有点反感 因为你要集中机 我要看我的这个 我要看我的谱子 要看 后来我一怀孕以后 我一下发现自己内心 非常的空虚 一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让你牵我的手 不听你深深呼唤我 迷失在花花时间 追一个梦 直到心破碎了 直到梦褪色了 我好想回到你 外包中 这个时候 安妮达又告诉我 我们正好教会 这次有冯炳城来讲 来讲道 我就去听了 让我就感觉 就非常的 触动很大 她说 你说科学现在这么发达 很多事情 我们人都解释不通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眉毛部长 这个 这头部会长 他说很多时候 你解释不通 然后他也举到了一个例子 我们人的这个 人的有限 我当时看到人的渺小 我也 当时我也联想到 我自己的空虚 所以很快 后来教会受洗的时候 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就受洗了 因为这一刹那的感动 白海波做出了一个决定 立志成为基督徒 加入教会 加入教会之后 他非常的投入 在教会的工作当中 包括牺牲很多赚钱的机会 全力地用他的专业 去帮助教会里面的诗歌班 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 就是做付出就对了 但是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心灵 或者是自己的生命 没有得到更新 服饰是很累的 而且为了生活 还要教一些非专业的人士 白海波一直觉得 自己的专业 没有办法得到发挥 而且每次从中国回来 都有一些落差感 越来越累 抱怨 也很不快乐 心灵 没有得到满足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白海波的健康 也出现了状况 医生宣布他 得了乳腺癌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白海波第一时间就想起 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个姐妹 姐妹在电话里面 跟他一起做祷告 突然之间 白海波愤乱的思绪 在那一刻 马上平静下来 他感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试过的 平安与喜乐 这让白海波非常的惊奇 凭着这份祷告而来的 平安喜乐 白海波再进入下一步的检测 看看他的矮细胞 有没有扩散 治疗的过程很不容易 但是白海波却认为 这段时间 却是他与神最亲密的时光 他非常的感恩 因为这段同行的日子 使得原本很多抱怨的他 会放下 同时不再惧怕死亡 也不再有抱怨 在病狱之后 他甚至能够成为 其他病人的祝福 同时对生命 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对服侍也一样 他不再将 他不再 他不再将目光跟满足 建立在为教会工作的数量之上 而是将目光放在 服务教会所带来的果效 可以这么说 在白海波当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上帝与他 只不过是 活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 他继续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思想去过生活 经历过这一段病患的日子 他晓得将生命的主权 交给上帝 而且将所有的重担 也卸下来给这位全能的神 让上帝成为他人生最大的依靠 想知道更多 关于白海波的故事 欢迎你去到 恩女之声的YouTube 就是 sabom.org 观赏 恩女之声的见证系列 白海波的故事 依靠 不让你牵我的手 不听你深深呼唤我 迷失在花花时间 追一个梦 直到心破碎了 直到梦褪色了 我好想回到你外抱中 带着满身的误会 想着你师父接纳我 却看见你张开手 在等着我 没有人能想着你 无条件守着我 才明白有了你 我已足够 我终于敞开自己 冰封了好久的戏 回到你的面前 紧紧投靠在你怀里 你抑制我的伤痛 填满我最深的空虚 一滴不变的爱 爱我 带着满身的误会 带着满身的误会 想着你是否接纳我 去看见你张开手 在等着我 没有人能想着你 无条件守着我 才明白有了你 我已足够 我终于敞开自己 冰封了好久的戏 回到你的面前 紧紧投靠在你怀里 你抑制我的伤痛 你抑制我的伤痛 填满我最深的空虚 一滴不变的爱 爱我 你抑制我的伤痛 你抑制我的伤痛 填满我最深的空虚 一滴不变的爱 爱我 人生万变 恩典 不变 恩与彩虹 你却说你想看电影 坏了我好心情 我决定不生气 没关系是因为你 冬出着幸福的空穿雨 住在浴缸里 几里浪漠和气 才有完美默契 你是爱的原因 没什么顾虑 这就是爱情 你的心 我逃避 没有怀疑 呼吸着同样的氧气 有你本来就很甜蜜 就这样又来又去 是小春心 像猎蝇 关于你所有表情 我不开心 至少可以反复万行 这颗心 不是所谓的温情 写不了很唯美的浪漫 冬出着幸福的空穿雨 住在浴缸里 几里浪漠和气 才有完美默契 你是爱的原因 没什么顾虑 这就是爱情 你轻轻 你轻轻 我逃避 没有怀疑 呼吸着同样的氧气 有你本来就很甜蜜 就这样又来又去 是小决心 越靠近 越平静 相爱不需要逃离 后着相遇 柔软的起雨 最美的惊喜 供出着幸福的空穿雨 住在浴缸里 经历了我和气 才有完美默契 你是爱的原因 没什么顾虑 这就是爱情 你轻轻 我逃避 没有怀疑 呼吸着同样的氧气 有你本来就很甜蜜 就这样又来又去 是小决心 各位听众朋友 平安 欢迎收听微生细语节目 我是宣君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蜂鸟鱼才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讲究的都要快 在这充满快餐文化的环境当中 我们缺乏耐心等候的智慧 当我们遇见事物节问题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立刻得到答案 但总是尤为人意 在加拿大有一种小小的蜂鸟 可它却能够连续不断地飞越500英里的海面 一只小小的蜂鸟 又是怎样地飞过这么长的海岸呢 它小小的身体内 是什么样的力量 使它能够飞越海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些小小的蜂鸟 这些小小的蜂鸟 在它们要飞越海面的时候 它们首先是自己进入冬眠的状态 以自己降低生命的消耗 只是它们保持体温所需的能量 只需正常的能量的无分之一 从而最大的限度 储存了飞越海面所需要的能量 等到天气晴朗太阳高升的时候 蜂鸟就会立刻醒来 勇敢地向着茫茫的大海飞去 原来小小的蜂鸟 之所以能够飞越宽广的海面 因为在它们成功之前 它们做到耐心等候 使自己进入冬眠的状态 不断地储蓄能量 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一旦光明在前 机会来临 它们就勇敢向着它们的理想的目标飞翔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时常也像蜂鸟一样毫不起眼 但我们也可以像蜂鸟一样创造成功的奇迹 只要我们像蜂鸟一样做好一切充分的耐心的准备 我们才能够成功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种蜡 只是我们的大拇指一般大 可是在夏天 它的叫声大得惊人 它那小小的身体 为什么能够发出如此大的声响呢 公蜡与母蜡交尾后 公蜡就死了 剩下母蜡 它就用尖尖的尾巴插到树皮里蜡卵 才完暖 它已从树上掉下来死掉 卵肤化成小虫落在地上 钻进土里 靠树根的养分过火 然而 你知道这种小虫在土里 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成长完呢 它要一直在土里潜伏十几年 孕育多年以后 才能够钻出泥土 从蚕脱壳里面增长 飞上树枝 从而人们听到的一名惊人的残名 小小的禅 为了这一声不同反响的鸣叫 一直等候了十几年 原来 蜂鸟一飞冲天的背后 禅一名惊人的背后 均是耐心的等候 积极的努力 不断的储蓄的结果 各位亲爱的朋友 世上没有哪一项成功 不是有备而来 这个世界 聪明的人太多 啃下功夫的人太少 所以成功者只要少数人 耐心等候 是人生最棒的老师 因为他能够让我们学会 一种美德 一种智慧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做人做事皆是如此 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付出 得不到回报 可能你在受苦 在艰难当中 但是这些所付出的 都是为了将来的扎根 人生需要储备 没有成功是一月而起的成功 只不过都是人 所储蓄的后继勃发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全球面临瘟疫灾难 我们都在耐心等候 全球重新恢复以往的次序 但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 而我们正在经历心灵 对上帝的感悟 人的渺小 以及对人生的认识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给你我轰轰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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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 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 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秋秋 给我你多年以后扔我紧的手 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 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我老去了你 没人死我了 我老的过来 让你避免你的偶像 我老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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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你们 你为了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喝酒酒 给我你多年以后 扔我紧的手 给你承受 你给我迁就 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我你未经丢着的天真和自由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人生万变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有什么比宝藏跟珠宝来得更加贵重呢 这首歌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You are my all in all 你是我的一切 创作者叫Dennis Jerrigan 他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 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敏感 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男孩 但是他却经历了一次的性骚扰 过后他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有一天 他无意中听到教会的长者正在谈论同性恋 因为这些长者是从小教导 并且带领Dennis认识神的 在Dennis的眼中 他们的地位就如同上帝的使者 如果他们不喜欢同性恋 说明上帝也不喜欢我 Dennis自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从此将自己包裹起来 不过音乐方面的才华 就引导Dennis到一家的教会大学 学习教会音乐 在那里 他第一次遇见了福音歌手Keith Green Keith一个人对着上帝忘情的歌唱 深深地触动了他 这次的经历呢 使得Dennis想要寻找神 不再逃离 同时当他听完福音歌手Annie Herring的故事之后 希望在他的心中再度生气 因为Annie也有不堪的过去 Dennis学得如果上帝能够爱他 他也能够爱我 他在绝望中寻找那位能够爱他 跟接纳他的神 但是考验再度来临 他被另一个信任的人所伤害 Dennis绝望了 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幸好 他想到自己还没有预备好面对永恒 所以他停了下来 从此他就决定放任自己 我生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就不再挣扎了 他开始了正式的同性恋生活 远离了上帝 过的生活似乎是随心所欲 自有自在 但是Dennis心里面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洞 没有办法被填满 没有办法被满足 所以他的心里面十分的痛苦 而上帝没有放弃Dennis 就像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 于是他安排了一个愿意为弟兄舍命的基督徒 走进了Dennis的生活当中 一直在同性恋当中挣扎 觉得自己不配被神所爱的Dennis Jerrigan 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能够写下刚刚你听过那首 You are my all in all呢? 就说当他在放弃自己的时候 上帝安排了一位弟兄进入了他的生活 这位朋友告诉他 我不在乎你如何的混乱 也不在乎你生活中哪个方向已经messed up 我们一起回到主耶稣的身边吧 这位弟兄来自破碎的家庭 他也曾经破碎 所以他很懂得这些罪恶的根在哪里 更深深地懂得上帝的恩典 那个空洞是一个从孩童时期 就渴望被接纳的空洞 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洞 唯独是上帝的爱 能够填补这个巨大的空洞 那些同性恋者争取的权利没有穷尽 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填满这个空洞 如今Dennis已经从同性恋当中 走出来三十多年了 他创作了上千首的福音诗歌 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很多人都熟悉的 You are my all in all 他现在自己亲身进入了 当年他非常羡慕 Keith Green和上帝的奇迷相交的同行 每天靠上帝的力量生活 每天也渴慕他更多 来听听中文版本 你是我的一切 同时也将这首歌 作为我们新年的新期盼 祝福你 同时也欢迎你在下个礼拜天 同样的时间 就是下午的四点 在多伦多AM1540 星岛A1中文电台 或者是恩义之声的YouTube sabom.org 同步收听我们的恩与彩虹 下个星期天见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 你是我寻求的宝藏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贵重的珍宝 我怎能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耶税父神高扬 耶税父神高扬 配得大赞美 耶税父神高扬 陪的他赞美 但当我醉债和羞辱 死里俯活我梦救赎 你是我的一切 当我跌倒你扶持我 当我干咳你充满我 你是我的一切 耶稣神高阳 陪的他赞美 耶稣神高阳 陪的他赞美 耶稣神高阳 耶稣神高阳 陪的他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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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神高阳